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佳云 又到了我们凡海湾奈的时间 这集的主题非常的特别 它是跟合作社有关 大家很难想象吧 以前我们听到合作社都是在学校里面 然后合作社里面呢 都卖了非常多的学校用品 跟很多的点心 但今天这个合作社 它跟我们的淨滩 还有海洋有非常大的关联 重点是 它所有的地点基本上都集中在我们的新北市 那今天我们邀请到这位特别来宾呢 他就会等一下跟我们好好分享一下 新北市是怎么样发展这些所谓的淨滩合作社 那今天我们的来宾就是我们的新北市环保局 陈大为陈局长来到我们环海湾奈的现场 我们一起欢迎陈局长 是各位金桌干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邀请到局长就是真的很高兴 然后等一下他会来好好跟我们分享一下 什么叫做淨滩合作社 但进到这个问题之前呢 我们先来问一下局长 因为新北市主要是跟海洋很临近嘛 所以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对海洋的感觉是什么 嗯海洋喔 海洋就是一万五季 那海纳百川 所以感觉是一个充满了包容的一个地方 当然现在海洋其实还是孕育我们生物的一个栖息地 看着一万五季的海洋听着海浪声 你就会感觉一切都非常的平静 可以回归到我们讲的最事情的最最原始的根本 刚刚局长提到只要我们坐在海边上我们就可以回到一切事情的根本 想必局长应该是一个本身对于不管是海洋啊或是环境 都有很大的观察还有很热情的人 那我们就来聊聊局长自己的从过去的一些背景经验啊 是不是在这个环保或环境上的议题有很多的琢磨 那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观察 其实我担任这份工作应该也有二十几年了 那也是从最基层的承办人来做起 那大概我还简单说明一下 其实环保工作的一个演进的过程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其实台湾是在七零年代开始 那时候开始经济起飞 所以以前有什么所谓的家庭及工厂 所以那也是创造我们现阶段 台湾的一个经济奇迹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那七零年代的一个经济的起飞 所以当时大家只有看到的这个经济的成果 对环境来讲 那时候是比较没有这样的冲突的概念 所以相对的它也造成一些环境上的负荷 以前的年代 其实垃圾它是只是堆在河岸边的 所以那个整个看起来就是非常的脏跟臭的一个环境 七零年代的经济的起飞之后 八零年代大家开始意识到环境的问题 那是应该要去面对跟解决的 所以八零年代开始就成了一些环保的尊责单位 包括行政院的环保署 包括各县市的地方的环保局等等 那从那时候开始 慢慢的有一些法律上的一些研究跟制度 九零年代开始的时候 大家体会到说垃圾处理是一个很关键的课题 所以那时候各地开始建立了很多的这个焚化厂 所以各县市开始就有各县市的焚化厂开始兴建起来 垃圾处理就不会再堆在海边了 不会堆在河岸边 开始慢慢进到焚化厂这个体系 这是九零年代 在两千年的时候 那时候开始意识到说 除了垃圾问题之外 有很多的环境的污染问题 像空气污染、水碗问题 其实那个也是攸关我们生活品质 很关键的一个医患角色 所以那时候开始慢慢针对这边来讲 政府机关有比较多的一些管制的座位 在2010年的时候 那时候大家可以体会到说 气候变迁一定越来越严重了 所以那时候针对于 怎么去减缓我们的气候的一些异常的现象 甚至你要怎么跟气候去共存 在2010年的时候变成大家的关注的焦点 所以大概是简单说明一下 这是目前我们台湾的环保的一个工作严禁 当然如果是回到我们地方环保局的工作来看的话 其实环保的工作其实还算是蛮多元化的 而且跟民众的生活是息息相关 所以但是我大概简单说明一下 就是环保工作大概不外乎分成六个面向 六个 第一个就是环境的清洁 就是像我们讲的一般现在大家看到的 道路的干净或是算垃圾收允的一种 就是环境的清洁的一环 它也是算是一个环境品质的基础 清洁队应该也是环保局的业务之一 是的 没错 所以算是环保的最早期开始的萌芽的阶段 就是环境清洁开始 第二部分的一个面向是我们讲的污染防治 所以污染防治就是像今天讲的空气污染 水污染像现在我们讲的类似 还有人家提到像噪音车 很噪音的污染等等 都是属于污染防治的这样的一个面向 所以那个庙会如果太大声的话 基本上是要去跟环保局投诉就对了 对 那个是可以去做一个要求的 那是属于第二部分的环境的污染的面向 第三部分来讲是属于垃圾的处理 刚才提到的 你垃圾收集完之后 你要透过焚化的方式去做一个处理 处理完之后它可能会有些抵扎 或一些飞灰 你要做后面一个再利用 跟后面的一个处理过程 这叫垃圾处理的这个体系 第四部分来讲就是循环资源 其实跟这次我们清添这个淨灘 有点关系的一个主轴 就是循环资源 循环资源不外乎就是说 你怎么去把我们可能排出这些垃圾 变成循环体系的一环 那甚至说从源头 怎么去减少它的这个垃圾的产生 像是我们提到的像一些 限速减速的政策等等 都是循环资源的一种 那第五个就是低碳永续 就是现在时下年轻人非常关心的 因为它跟我们现在 甚至跟未来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 甚至它也已经影响到我们现在的生活了 像前阵子的这个干旱没有下雨 甚至你说午后的短延时强降雨等等 就是我们讲的极端气候所造成的影响 那跟我们讲的低碳永续也有关系 那是环保工作的第五个面向 第六个是环境教育 环境教育其实跟金兔干这次办的环海行动也有关联 怎么去唤起民众的公民素养 让它对这个地球对我们生存环境关心 就是环境教育的一环 总结我们环保工作大概分成六个领先 刚刚局长从七零年代八零年代九零年代 然后讲了一些环保发展的历史 然后再带到了我们现在 我相信是地方政府环保局的每一个很重要的核心的业务 那当然新北市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相信是更深根的在我们每一个新北市市民当中 所以刚刚局长分享了非常多的内容 包含我们的环境教育啊 甚至是我们的循环资源 然后到了我们的垃圾的源头跟分类 然后之后的整个清零的过程 其实这都是新北市环保局非常重要的业务 那刚刚就是局长介绍了这么多 我们来请他分享一下 看起来局长本身应该是一个非常环保 或者是非常爱护环境的人士 不知道他平常是不是有一些什么 爱护环境的小撇步来帮我们分享一下 只要对这个环境你保持着关心跟热忱 那其实我们就有动力可以做一些 为地球改变一些我们的生活的方式 对我来讲 因为我家住在二楼 所以其实还没有很高 所以我平常大概就是上下班的时候 就是用走址的方式 也没有去坐电梯 然后这样至少也可以 节省我们的这个能源的消耗 那此外大概我在平常在 公司上班的时候 我们如果需要有做一个开会 需要订午餐的时候 我们都会环保局这边 我们都会订购 可以重复去清洗的这个便当盒 真的你现在有这种便当盒 有有有 我们会跟特别的这个店家去合作 等于是他在提供给我们的时候 他就是用一般我们的这个 可以重复清洗的餐盒 我们使用完之后 然后再规划给大家 他会做清洗的动作 主概来讲 大概我们提到的 对民动最简单的方式 其实我觉得大家不对 怎么去从生活里面去力行环保 我倒觉得大家不用觉得很深奥 就记得一句话就好了 很简单 就平常时候你就要 不要乱丢垃圾 其实最环境来讲 还是最简单的一个环保方式 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 现在都有一些公民素养嘛 所以不会觉得自己会常常乱丢垃圾 但这件事情好像也是很困难 所以刚刚局长提醒到说 不要乱丢垃圾 其实就是最简单 又最不会让自己觉得压力很大的一个小做法 那接着我们其实要聊到我们的正题 刚刚一开始在开场的时候 主持人就有提到 新北市是一个合作社的集中营 那他们是叫做靖滩合作社 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可以请许长来帮我们分享一下 当初这个起心动念是什么 为什么要叫靖滩合作社 他是有贩卖什么特别的东西吗 是因为今天的这个主题大概是叫做靖滩 那靖滩其实对许多观众朋友来讲 应该不陌生 或许大家都参加过了 或者是听过我们的父亲的亲朋好友 有说过有参加过这个靖滩的活动 所以靖滩它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全民的运动了 那甚至我知道有很多的企业的员工日 他也会选择以靖滩的方式来去做这样的一个 员工日大的一个参与 所以以新北市来看的话 我们在对于海滩的维护 既然靖滩已经变成全民的参与的一个 相关很热烈的活动的时候 不管是民众或是团体机关学校 如果想要办理靖滩 他们都会跟新北市政府 或者跟海岸的主管机关去做申请 那过往的靖滩就是 大家可能聚集在一起 然后时间到了就是 相关的这个靖滩工具发放 大家就会靖滩 靖滩滩之后 就会由这个地方的环保单位 去做同意的收集 但是其实有一些民众 他其实跟我们反映过 就是说如果他只是三五好友临时起义 想要到海边去玩一玩 去走走去散散心 但看到海滩如果很脏乱的时候 他又很想去帮这个海滩做一些 这个相关的这个清除垃圾的服务 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去做的手机 因为他只有两只手 然后他也没有任何的工具可以去做使用 他也需要说能够为我们的这个海滩 尽一分心力 那时候我们大家就想一些办法说 那这样怎么去让民众 在想要进滩的时候 能够很顺利的随时都能够进滩 就以这种方式 能不能去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去进行 那时候我们有参考像小琉球 小琉球早期他们曾经推一个海滩货币的概念 海滩货币就是说 只要当地的游客也好或民众也好 去海滩进完滩了 他们就可以获得海滩货币 这个海滩货币呢 他都可以在小琉球沿海的相关的店家里面 去做消费的时候可以做折扣 做折底 那这样可以促进 第一个是我们产业界的发展 第二个就是说至少海滩也能够干净 然后我们游客来讲 他也可以达到我们讲的地教娱乐这样一个目的 所以正因为如此 后来我们提到就是说 那新北市我们有145公里的韩线 那其实我们海滩的资源其实也相当的丰富 那游戏景观更不用讲了 很多人都喜欢到新北市的韩线去游玩 但是同样的我们怎么去维护 我们海滩的干净的时候 如果搭配民众他想要随时进滩的这样一个概念 那我们最好的方式就是跟沿海的店家能够合作 所以我们都找寻了沿海 新北市沿海的包括我们讲的像餐厅 像咖啡店 甚至像有一些是属于民宿业 或是像冲烂这些店家 所以我们跟这些业者来合作 那游这些业者 我们可以把我们进滩的工具 像是手套 夹子 垃圾袋等等 就是寄放在这个店家这边 那如果民众去海滩游玩发现海滩很脏乱 需要去做清除的时候 他就可以救进到旁边这个店家里面 去借取我们讲的这些净滩的工具 把海滩净滩完之后 那垃圾就可以交给我们亲爱队这边去做收运 那他的手套夹子 他可以归还给我们的这个店家 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当初进来合作的一个概念 当然如果民众想要知道说 新北市有哪些净滩合作的事 哪些店家才是我们的合作的对象 所以我们强调 进滩合作社关键是在于合作两个字 而不是说里面卖的东西非常的多元化 不是 所以我们当初是提到说这个合作社 如果民众想要去了解这个合作社 哪边哪个地点的时候 其实很容易 他只要走到一个店家 他只要门口 有悬挂我们这个符球 其实这是我们局长今天特别为我们带来的 那个进滩合作社的一个算是CI吗 就是一个标示就对了 标示 识别标示 那这个符球其实它有一些意涵 因为这个符球就是我们一般海岸 海滩废弃物 甚至说我们讲海废 海岸废弃物里面来讲 很常见的一种种类 因为大概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有时候 就是符球 避免东西产下去那种 就是一种符球 但这个符球来讲它上面一些识别标示 就是我们跟现在之前推动的小琉球 海滩货币里面的一个海用工作室来合作的 是由海用工作室的一个成员去帮我们彩绘的 那这些的一个上面的图像的意涵呢 这个房子就代表我们合作社的这个店家的意思 那里面看到有两个绿色的一个是夹子 一个是手套 就是我们进滩的工具 旁边这个鼓鼓的垃圾带就代表是我们民众热心 对我们的环境关心去进滩之后 它的一个很丰硕的一个成果 进完滩之后还给我们的自然环境的就是我们干净的 这个沙滩跟我们很干净的这个海洋 所以这个东西大概就是我们进滩合作社的一个 喜爱的概念跟影响 那刚局长也有提到像冲浪啊 像冲浪的店家或者是摊椅业者 甚至是民宿业者都有跟金北市环保局这边 来做一个很好的配合 那不知道现在这个进滩合作社的成果是怎么样 我们可不可以请局长再帮我们多分享一些特别的店家 或是有什么特别的小故事 金丹合作是从去年9月份开始推动的 那到现在我们在新北市的沿海 共有26个店家加入金丹合作社的行列 那因为今年是受到疫情的关系 所以在5月到7月的时候 因为海边这个细水又被禁止了 所以那时候的相对的 金丹合作社的民众来使用做金丹的数量有减少 不过我们有计算过说从今年的1月到8月 大概将近也有600多人次 有使用过金丹合作社的服务 也就是600多人次 他对于新北市的这个海滩的干净 他有做出一些贡献跟付出这样 那其实我们刚才提到 就是金丹合作社的店家 他为什么要参与这样的活动 其实对我们来讲 其实就是要守护我们的环境的干净 对店家来讲其实他也是一样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刚才提到 像我印象中比较深刻是我们石门 有一个店家叫做海湾绿洲的店家 他旁边的景点就是 紧离我们石门的律师潮 律师潮其实他观光客其实非常的多 而且他的这个自然资源 其实相当的漂亮 同样的他在餐厅的外围 他就是一片海滩 所以沙滩的干净与否 跟他的这个视觉来讲 其实有直接蛮大的关联性 所以在我们去年9月份成立的时候 他就是第一个优先响应加入的这个店家 这个老板他其实平常的时候 他也跟附近的店家一起有结合 去从事海滩的这个金丹活动 所以他算是本身蛮顺体力行 自己就做这样一个沙滩的一个维护工作 另外一个蛮有印象就是在伴水沙轮海水浴场 旁边有一个咖啡店 他叫一个月夜月美 然后这个沙滩比较特别是因为 以目前民众去这边借用这个浸滩工具 去从事海滩的清洁工作的数量来讲 他是最多的 为什么 因为他的做法就是 他等于是民众如果去那边有去做浸滩了之后 那他可以有相关的一个消费的折底跟优惠券 那等于是他在里面如果再有其他的饮食的消费的时候 就可以做一个金钱上的一个折扣 那此外其实他在他的社群网站里面来讲 他也很多的就是一般民众自发性去参与浸滩活动的照片 点滴跟心得分享 投资在他本事专业里面去做这个讯息的发布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身体例行的一种 那我会觉得合作社的店家会愿意从事这样的工作 其实第一个是提到毕竟他对于环境对于海滩来讲 他也是保有他的一个感情存在 第二个就是说其实民众去那边借用之后 对他的来客树来讲也有一些帮助 等于民众去那边借用之后 可能如果是刚好需要消费或顺道 他也可以增加那边的一个来客树 可以增加消费的这样一个消费的能力 刚刚局长提到的这些这些特别的店家 其实有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是 我想这些店家不只是身体例行 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做达到一个寓教于乐的工作 那其实这些很重要的环节都回到了我们个人的公民素养的本身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谈一下说 其实公民素养在新北市看起来在静滩合作社这件事情上面有一个很棒的成果 而且持续的会推进中 那除了静滩合作社之外 未来的新北市会不会再发动这样子 透过公部门跟民间企业一起公私协力 再有很好的像静滩合作社这样不同的算是互利的模式 然后为我们的环境做一个不一样的改善 当然就是静滩合作社它只是一个我们讲在环境关心 怎么透过公私协力的一个一环而已 那其实对海滩的这个环境的维护来讲 新北市也有推动海滩的任养 所以任养就是说有一些像企业或团体 它本身对于海岸对于我们讲的新北市也好 对于全国的海滩也好 它有所谓的一个使命感 甚至它常常有在那边做一个游戏活动的时候 他们就想要保有环境的干净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去任养这个海滩 那新北市我们145公里 目前有57个企业团体 有任养我们的沙滩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说以政府来看 其实政府的资源是有限 但名利是无穷 怎么去唤起民众的意识 甚至民众的关心 我觉得那是政府这边应该走榜在的地方 所以我们其实不仅是我们做海滩上的 一个公民的素养的一个配置 其实我们对于像一般讲的基层 或者说对于年轻的学子来讲 我们也有这个所谓的环境的教育的课程 像我们新北市有推动环保小区长 希望说从小开始 从国小开始 我们就需要让这些学生 让这些同学知道新北市的环保工作 它到底大概是哪些处形 在他生活里面来讲 他应该要灌输什么样的观念跟知识 有这个知识只有他可以带回到他的学校 给同侪给同学之间 或带回到家里给爸爸妈妈 或是阿公妈等等 所以我们的课程是属于户外的教学 不是做在课堂上里面的 那此外我们这几年也在推动 跟一些大专院校的学生合作 有今天局长还准备了一个非常特别的 他们的跟大专院校合作的小物 我们就来看一下 你看这个很可爱的垃圾袋 对这是我们的垃圾袋 刚刚主持人提到 这是我们的垃圾袋 因为新北市推动垃圾 为水袋征收的一个县市 所以民众丢垃圾 他就要转用垃圾袋 当初我们提到的就是说 因为有些民众觉得垃圾袋看起来 就是装垃圾 怎么还装东西很奇怪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想到说 那怎么去把我们垃圾袋的样式 变得活泼多样化 甚至感觉有艺术感 那时候我们有跟台湾艺术大学的学生合作 学生他就把他的毕业展的作品 跟我们的垃圾袋做结合 就成了我手上的这个我们讲的创意版的垃圾画的垃圾袋 那这个是以限量版的 当初我们铺货的时候是有限量的 所以民众他有些民众会觉得 都会不想收藏 如果觉得拿来装垃圾太可惜了 那当然我们也欢迎 那但是他可能就要到 我们的这个新北市各个店家里面去找寻 这个相不同样式的这个垃圾袋 那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说 其实透过公司的协力 把同学的创意发向 跟我们政府的一些环保概念 其实可以互相的结合 而且也可以相得益仗 我觉得那是也很好的环境教育的一个形式 刚局长提到了环境教育 还有我们公司协力 其实都是很重要的一环 那不知道像金周刊也是算是民间企业啦 那当时局长一听到我们 要发动这个环海行动的时候 局长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自己蛮敬佩的一个想法 因为金周刊发挥了企业的社会责任 然后唤起民众对于海岸的关心 我刚才提到因为台湾四面环海 所以民众会觉得好像觉得海岸是没什么稀奇的 因为我随时走几步可以看到海岸 所以但同样的这个海滩 它其实维系的甚至我们讲的海洋 其实维系了台湾很多的一个环节 不论是生物也好 甚至观光资源也好 所以我们其实要怎么去唤醒民众对于海滩的一个热忱 我觉得那是很重要的 金周刊再次发挥了7SW的 那更了不起的地方 我觉得就是他把海洋废弃物化腐末为神奇 比如说宝特瓶 我们之前统计过以行政院环保署 他在调查各县的海岸废弃物 可以发现这些海岸废弃物 很多都是我们生活中产生的 我刚才为什么提到不要乱丢垃圾 我们只要比如说在一般 这个便利商店买一瓶饮料 喝完了之后 如果没有把它丢了赫桶 直接丢到水沟里面 它或许就会随着我们都市的这个排水的渠道 冲到我们的河川里 河川流入到海洋 海洋就随着潮汐随随着浪花 到我们的海滩上 所以之前有算过大概有八成以上的这个垃圾 都是我们生活跟游气所产生的 所以民众可以有时候静单的发现说 我们海滩上很多都是塑胶类的 瓶瓶罐罐 有些很多像宝特瓶的盖子 通常会散落在海滩上面 有时候民众会说 我宝特瓶感觉好像就是可以回收 大家都觉得宝特瓶印象中都可以回收 但是宝特瓶会变成什么东西 大家可能没想过 那宝特瓶可以变成像我们讲的这个花盆 花盆的盆栽 甚至可以抽丝变成了一件衣服 或者是像金兜康这次的活动 它变成一个蓝白拖椅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有趣 很有意思 而且是蛮有意义的环境教育的一环 不仅让民众能够展现对海洋的一个关心 而且也可以从我们讲的 资源巡航的一个体系概念 可以看到把海岸废墟 海洋废墟 变成另外一个可以有用的支援的一种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概念 谢谢局长一直称赞 那个金兜康发动这样的行动 是很有意义的 那不知道新北市是不是也有类似 在推动循环经济 这样概念的一些想法跟计划 新北市 就是因为刚才提到了 我们在推动垃圾费水带征收 所以怎么去从源头减少塑胶的使用 那是这几年来我们一直在琢磨这一块的 其中一个就是我大概简单说明一下 像我们有推一个rebag 代代相传的计划 什么叫rebag 就是说我们民众家里有很多的这些环保袋 就是你各种活动 常常会售教一些环保袋 我家里超多 没错 但是你售教会怎么样 放在仓库里面 久久才会拿出来用一两个 甚至还会丢掉 那其实我们有算过 因为环保袋如果没有重复使用 没有重复使用131次以上 其实你所制造的环保袋 它所耗费的能源 资源的浪费 其实跟一个塑料袋是一样的 要131次才有它的价值就是了 没错 所以变成说就是因为这样的概念 所以我们有呼吁就是民众 如果家里有一些比较少用或不用的环保袋 你可以把它捐出来 交给我们各地方的清洁队 清洁队收完了之后 其实我们会做整理 然后挑选可以使用的 我们上面就会标注 它就是REBAC 就可以再循环的一种环保袋 这个REBAC 我们会跟新北市的257个店家合作 这个店家一般讲的是 我们带大卖场等等 他就合作 那就放在大卖场这边 民众如果去大卖场消费 忘记期待环保袋的时候 没关系 他不要再买什么塑料袋 他可以到这个大卖场去借用这个环保袋 那借用完之后呢 他如果觉得我想要归还 他只要拿给清洁队的回收就好了 所以透过这样的资源循环的一种 其实可以减少我们讲的一般 在采购或者在采买食物上 塑胶带的一个使用 听起来蛮有趣的 因为我家是住在新北市 所以我之后可以去那个通路贩售商看看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REBAC计划 其实我们像也开始推动像夜市市场 我们也在推动不塑夜市不塑市场 什么叫不塑夜市不塑市场 比如说一样就是去那边采买食物的时候 那他就可以有这个相关的这个环保袋可以去做提供 那如果是去夜市消费的时候 他如果是有自备一些餐具的时候 他可以享一些折扣的优惠 所以我想说透过这些循环体系 从这个源头减量 让民众的习惯慢慢的去养成 然后去改变 其实可以让我们的一个资源的浪费 可以尽些行李 所以其实新北市在这个循环经济上面 也是推动了很多不一样的计划跟类型 然后希望可以深入我们的市民朋友的生活里面 刚刚提到的捕书夜市啊 捕书市场啊 然后REBAC 我觉得这个是很容易大家都平常都可以在做的一些事情 甚至让爱护环境 然后深入到我们的生活中 那我们最后呢 其实就是来请局长帮我们最后分享一下 刚刚提到了新北市 其实是有145公里的海岸线嘛 那可不可以为我们这片海洋下一个什么样的注解 或者是在未来的环境上面 我们是可以用什么样的行动来爱护我们的海洋 讲到我们讲的海洋的保护 大家应该有印象就是以前的 网路上常有几支的影片 包括我们讲的海龟里面会有吸管 会被拉出来很痛的感觉 甚至有海豚 就是因为误食的塑料袋 然后死亡的暗间 其实我这边想要呈现就是 我们保护海洋绝对不是只有为了生物而已 最重要的也会保护我们的健康 为什么这样讲 其实有很多的塑胶类的东西 在海洋经过海浪的拍打之后 它会变成我们讲塑胶微粒 虽然微粒会被鱼类吃在肚子里面 那万一我们把这个鱼再捕捞起来 吃到我们身体里面的时候 那就是变成会累积在我们的身体了 所以其实保护海洋 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健康 所以我想说透过这个我们讲的 不管是浸滩也好 或浸滩合作社 甚至我们讲的 荆州看要办理换海的行动 最主要是要呼吁民众 其实从我们的生活里面 把我们的习惯去做一些改变 可以对我们的地球 对我们的海洋会变得更好 所以大家只要记得一件事 每天只要做一件 为了地球更美好的事情 大家从行动里面去做改变 去做转换 其实就可以间接地 可以达到爱我们的地球的目标 刚刚局长帮我们讲了很多很棒的观念 其实我们只要从生活的小事去做一些调整 就可以为我们的环境 为我们的海洋尽一份心力 那我们今天再次感谢我们的陈局长 来到我们的现场 那我们的滑海湾来跟大家说拜拜喽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